大家好,我是Stan 在以校园霸凌为题材的人气韩剧《特朗里》中 饰演李沙拉的金希拉 被爆料校园霸凌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今天,根据迪社爆料 金希拉在就读A女子中学时 曾是当地有名的不良组织BigSanji的成员之一 而这个组织是以语言暴力 乔渣勒索同学钱财而有名 一位受害者对迪社表示 这个不良团体抢夺了我们的钱 然后用这些钱买烟喝酒去卡拉OK 还要为男友的纪念日购买礼物 如果不交钱,我们会遭受更多的挫折 而对此,金希拉在接受迪社采访时 承认曾经与朋友们一起参与了这个团体活动 但否认殴打过朋友或后辈 并对校园霸凌的指控进行了反驳 我没有参与暴言跟暴行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我的名字呢? 因为我在鹏经过吗? 我没有主导过那些事 现在想想,我旁观这些事的错误也很大 承认了自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但是否认打骂勒索同学 而对于自己是旁观者的部分进行了盗窃 然后地社也提到 金希拉在2004年曾因涉及校内盗窃事件 而接受了社会服务处分 当时进行盗窃的金希拉的干妹毕谋表示 因为想要给金希拉姐姐留下好印象 所以主动偷了东西跟姐姐无关 但是老实不相信,就叫了金希拉姐姐 然后我们一起收到了惩罚 对此金希拉表示 我根本没做过这事,可是没有人相信我 所以在参与社会服务时受到了打击 我意识到了这些年来我的所作所为导致没有人相信我 并表示在那次事件之后自己有变得清醒 金希拉对地社表示 真的很抱歉 我曾经努力找借口来合理化自己 我这种程度不算加害者呀 就这样一直忽视了我的行为 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个问题 我想道歉 地社最后表示 有关金希拉的校园霸凌指控调查 在6月就结束了 金希拉当时对此感到担忧 因为他担心会对电视剧 Kiongiru Sumutu造成影响 因此他请求过 不想因为个人问题给电视剧带来麻烦 当时Kiongiru Sumutu正在等待播出 这部剧已经投入了许多演员跟制作人员的辛勤努力 这也是为什么校园霸凌报道被推迟了三个月的原因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混混们的逻辑真的很特别 回想自己的学生时期的话 在饰演那种角色的时候 不会觉得内疚吗 然后引起霸凌争议的艺人们 怎么回答的都这么一样 有跟朋友们混在一起 但是没有亲自打过谁 没有抢过谁的钱 你们那样聚在一起 一去人中有人打人抢钱就是校园霸凌 干妹为了讨好你 所以自己主动去偷 而你是旁观者 在演搞笑剧吗 所以混混戏是你的真实生活 真的很倒胃口 是吧 在拍Talkro里的时候 真的没有一点内疚吗 说的也是 如果有一点良心的话 一开始也不会接这部戏吧 是吧 但是也看到这样的留言 可能会有点冤枉 只是跟那一群人在一起 就要被判定是校园霸凌 我之前也是什么都没做 但是老是误会之后 一直都没有人相信我 所以 对于Kim Hila的霸凌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休息是9月5号是二代女团FX出道14周年的日子 当天队长比托莉亚在一起发文 庆祝14周年FX 也在抖音大跳了名曲 Hot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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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成员露娜也发文 今天是露娜跟FX相遇14年的日子 我会成为不为别人 而是坚持走自己梦想的道路 诚实有深度的艺人 粉丝们一直都很感谢你们 我爱你们 我的函数 还是跳得这么好 好想FX 我的回忆 因为出道14年 所以上传了这个 这样看 如果这首歌现在出来的话 应该也会有很多人challenge吧 希望FX成员们 都能在各自的路上 继续走滑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